奧運英雄車隊出發 林玉婷跟教練曾自強 搭乘七型戰術輪車大頭陣 林玉婷在車上拿起手機 360度攀命中 記錄下榮耀的一刻 揮手不夠還不斷比愛心 現場尖叫聲不斷 林玉婷已經上次冬季奧運之後 今年是二度征戰奧運賽場 賽程當中雖然保重性別爭議 不過她無所畏懼 要善良擊退不實謠言 在林玉婷之後 還有亞洲貓王唐嘉鴻 拳擊銅牌吳世儀 射擊金桶李孟遠 以及捉球男團的高成睿 開心地幫林玉如拍照 再轉向跟民眾揮手 我們的拳擊體王陳念琴 陳念琴表情超級豐富 似乎被紛飛的指花嚇到 也跟教練何比大愛心 而為了迎接奧運英雄們 民眾早早地等在路上 其實每一位選手都很棒 所以每一位都想要 好好的幫他們加油一下 麒麟真的來海鮮 金牌男雙 王麒麟跟李楊的爸爸 占同一輛車 但是李楊還在國外 一點半到 然後我們要幫誰 妹妹妳說 我幫李楊跟王麒麟 李楊跟王麒麟 可是妳知道李楊今天不會來 對 我只知道 知道 會有點可惜 沒關係就看王麒麟就 是喔 我只知道李楊不會來 反正他也不會來 可惜了 有點可惜喔 不只李楊 舉重女神郭姓淳 羽球天后戴姿穎 跟足球老將莊智淵 都沒有出席奧運英雄遊行 今天是要特別幫 買一個選手加油 戴金 你最欣賞他買一個球技 加動作 雖然部分國手缺席遊行 也不影響民眾歡慶的興致 因為每一位運動員 在奧運的拼勁都深深感動人心 臺灣英雄 中央同情 臺灣英雄 感謝姚妮 TV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